从东京站出发去京都 我买的是JR七天的这个无线乘坐的票 如果是单程就没必要买这种票 价格其实是差不多的 在车站买的饭 这一盒不到15美金 不加热直接吃 这一盒便宜一点点 那边的价格差不多都要10多美金一盒 从酒店到东京站 打车花了1000日比 走路大概7分钟 火车上的Wi-Fi不稳定 经常掉线 而且网速也慢 感觉天空中有两层云 把天空分成了两个空间 出京都站走路到酒店10分钟 打车600日比 比东京站便宜40% 在地图上看到走路10分钟不是太远 但是如果有很多行李箱的话 那还是打车比较好 另外京都站附近有一些小桥 从桥下过的时候 有的地方会有楼梯 拖着行李会不方便 现在在酒店下面 马上酒店房间开箱 两个床并在一起的 所以说可以睡三到四个人 好了打开窗户 看一下啥 哦可以看到街道 这个不错 但是好像不能透气 这边可以吗 看一下啊 打开 我这边可以 这边还有一个 哎哎 打开了 咦 打不开 到这里 帮我扒一下 哦可以 拿开 这个可能可以打开一点 我觉得 嗯 哦对 上面还有一个 哦可以 哦可以打开这么多 哎别别站过来 所以日本的这个窗户 都可以打开透空气的 这是我最喜欢的 让我有点看得有点吓人 不过它只有 只有这个小缝 然后这有一个大圆桌 这是可以吃饭的 然后这有一个沙发 然后这边是什么 我来看一下啊 嗯 哎还有chips chips chips 这是水杯 我看看有没有冰箱啊 这是柜子 哎 再一个小柜子 这个哇 这还有一个柜子 里面是烧水的壶 这边应该是冰箱 冰箱有东西吗 哇 还有哦 有装冰块的 哇 这里没有饮料 免费的 还是要收费的 不少 咱快看一下 哦这个很长很长的桌子 这是电视 我们去看卫生间了 看看卫生间是什么呀 打开 哦好黑啊 哦 哦 这样子 好小啊 但是很干净 我发现日本这边的马桶 它都是电动的 难道是电动的马桶 就坐上去它是暖暖的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是 插手的脑筋 然后帮我拿刷 再使个刷子 垃圾桶的在哪 垃圾桶的在哪 垃圾桶呢 哪里 哪里 两个垃圾桶 衣柜 衣柜不是很大 这个是 这边还有一个柜子 是什么 我来看一下 哦 保险柜 好 这里有个小抽屉 酒店附近有一家商场 走路不到十分钟 一楼是超市 还有一家类似于国内 虚城市这种 里面有卖化妆品 还有一些美发的这些用品 另外还有一些药品在卖 所以这个店的东西是非常齐全的 然后楼上有卖衣服的一家电玩中心 楼上有一家美食广场 里面有很多家店 桌子上有一个屏风隔开 防止病毒传播 谢谢 孩子要的儿童餐 这个面味道一般 在我吃完了之后 才发现 在出口的地方 有另外一家面店 很多人排队 那个看起来就非常的好 所以 大家可以找那种 排队人比较多的 这种店应该 味道会不错 吃完了之后 要把碗放到这个返缺口 然后里面的工作人员 会把碗收进去清洗 吃完饭到楼下的超市逛逛 好多吃的 好多吃的 请着冰淇淋走 你自己拿吧 要哪个 好多冰淇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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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全都是冰淇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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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全都是冰淇淋哦 在哪里 我拿的是这个 我拿这个 不用了 好多吃多压 看一下喔 你是哪一個 哪一個 我吃咯 你们是什么 这啥呀 我知道了 有点像那个什么 有点像凤梨酥那种的 估计是 第二天吃早餐 门口有个机器 晃一下提温就出来了 这个酒店的自助餐非常好吃 种类也很多 它的甜点也非常好吃 这个酒店的早餐 应该是 我们在日本住的 所有酒店里面最好的 然后拿菜的时候 需要戴着这个手套 去拿那个勺子 所以每个都要戴手套去拿勺子 这样保证不会传染 然后就有热的牛奶 所以他们做的还是非常细致的 很多很多吃的 要么要么 这个就这么多 这个都太好喝了 这么有点茶的味道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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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好吃 你看那个冰皮月饼的感觉 或者那个冰粽子 酒店也举办婚礼 我们在这个画面前站了半天 这个好像以前的黑板豹 京都相对于东京来说 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城市 我更喜欢京都的古香古色 如画般的美景随处可见 下一期视频 给大家分享 在京都的旅行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谢谢观看 再见 再见